哈喽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讲一下这个react.js 最终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就是能够使用react.js来开发一些这个 有一定的这个实际用途的项目 那么在讲这个课程之前呢 首先要说一下就是默认 我是希望大家已经有一些前段的基础知识 这个基础知识怎么说呢 首先你要一定有一些实际的这个写前端 写fe的这个实际经验 包括写这个甜妙页面 以及写样式和这个写js的逻辑代码等等这些东西 另一方面呢 一些浏览器的这个使用方法等等也要清楚一些 那么这个呢 是这个整个react.js要讲的一些内容 今天来讲这个第一节课 今天讲什么呢 讲一些什么东西呢 首先说一下这个开发工具 虽然说这个希望大家有一些这个前端开发知识 但是我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统一的 开发工具里面的说大家在以后开发过程当中和这个和我讲的时候用的一些工具不一样可能会导致你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呢不知道哪些东西怎么用等等这些 所以这个在讲的时候会先把我使用的一些开发工具先大概的说一下可能要用到的以及这个其他附带讲一下 那么第二个内容呢会讲一下这个学习清单 就是这个要讲到的内容和不会讲到的内容 第三点呢就是讲一下这个react.js的基本介绍 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开发工具 开发工具呢基本上分为三个主要的部分 首先第一个是浏览器 这个作为一个前端开发你的这个对浏览器的这个熟悉程度怎么样 决定了你这个人这个技术能力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之前我用这个用windows的时候呢 曾经在电脑上装过这个chrome firefox i1891011 以及这个甚至用这个要用虚拟机来装 然后其他的还有这个sogo浏览器啊360急速啊 这个sifery啊等等opper等等之类的浏览器 总之装了一堆 但是呢我个人比较喜欢和偏向于使用的还是这个chrome浏览器和firefox 一个是因为这个浏览器它提供的调试工具特别强大 另一方面就是这个对一些包括ES5ES6等一些这个GS的新特性 还有atml5等等这些新的知识呢都支持的特别好 所以呢我个人是比较推荐chrome和firefox的 当然我用的最多的还是chrome 第二个呢是这个编辑工具 在写代码的时候有一个好的编辑工具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之前在这个上学的时候 不知道不知道这个大家怎么样 就是有没有学计算机的这个专业的同学出身的 一般情况下比如说你像用这个写加万的时候 用这个eclips或者是这个netbeans等等之后 它有一些非常强大的 比如说出错的时候自动查找出错的时候自动提示功能啊 或者是这个自动补权函数功能等等 有这些帮助呢 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效率就会非常的高 这也是为什么说有一个好的编辑工具是十分重要的 那么在写这个前段之后呢 也没有这个特别说特别牛逼的一个这个 开发工具能够一同天下的 其实现在是属于各个编辑工具 各级纷争的一个阶段 那么首先呢 经常很多人用到的 也提到的就是这个sublime text sublime text 这是我个人这个也比较喜欢用的一个工具 是因为这个工具首先是这边简单 然后再一个这个使用起来 比方说这个各种快捷键也使用非常溜了 所以在这一节在这一点上呢 这个也是要看一下个人的爱好 就是说你如果一旦习惯习惯了一个这个编辑工具 你对它的各种快捷键特别了如指掌 那你在开发过程当中呢也能够得心应手 所以在所以在选择的时候 有一个这个好的工具 也是这个十分必要的 熟悉一个工具也是十分必要的 再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sublime 以后的插件可以用 这个呢大家到时候在网上 嗯总之就是一搜一堆啊 任何搜的时候sublime 插件安装 看百度搜出来之后 都是什么各种投尸款啊 推荐的最佳列表插件啊 常用插件以及安装方法啊等等这些 我们在这个前端开发的时候 有些人比较这个使用的比较多的这个 像这个Coffice Script啊 Less啊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都是在这个sublime可以提供支持的 所以在使用起来的时候特别方便 再一个就是它的主题也很多 这一点呢就不说了 现在是做界面做这个编辑器的各家公司都特别注重界面 想装这个萨勒门插件的呢 可以网上百度上直接直接查一下 这个就不用了 不要老师不会在课堂上 再一点一点去给你这个画世界讲这个 再一个呢是这个webstorm和英特尔ide 英特尔ide 英特尔ide这个那个有初级版的 然后也有这个pro版的pro版是要收费的 这个也是使用的比较多的 这个工具工具呢 这些工具是这个包括前端和这个java script等等 和java等后端这些语言都是可以这个使用的功能也是特别强大 这也是我说的虽然说这个功能也很强 但是因为我习惯了sublime 所以这个我都一直用sublime 大家这个如果没有这个还没有形成习惯的话 可以给各个编辑工具试一下 然后觉得哪一款好呢 然后就决定用哪一款 在这个呢 有的同学比如说在windows上使用的时候 直接用记事本来写 我一向都是比较这个亲密这类同学的 因为这个手心自动补权的 有时候可能功能提示不是特别强大 在方面用记事本呢 完全就是手敲 一点提示都没有 所以在这点上要求大家对这个常用函数什么的 就是特别清楚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itm itm呢 是这个 如果有这个接触过react native开发的同学 会看到这个就是比较 官方也比较提倡用的一个编辑工具 但是他需要安装这个native 带有的那个插件 然后使用起来 我自己使用的时候 有时候觉得会有点卡 所以说这个完全看大家喜好吧 那时候各个工具 是吧 挨个儿试用一下 觉得哪个好去用哪个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第三个是这个本地服务器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呢 一般情况下可能说我们在开发页面初级阶段是什么 本地页面你直接夸夸夸编辑了一堆 说这个我编辑完页面之后直接这个 双击这个tm一面直接打开 然后你在这个浏览器里边看到的就是类似于这种 file协议开头了 就是你本地直接打开的文件夹 但是呢 这个是我们的初级阶段 我更希望大家说在以后使用过程当中 能够达到说你在本地开发也能使用attp来开发 直接搭建一个服务器 定时到本地的文件夹 因为在这个实际过程当中这两个协议其实是不同的 你有时候在这个 请求本地的这个图片或者什么的时候会存在有这个跨域的风险 然后这个浏览器会阻止你加载 那么你都用attp直接本地搭一个浏览器呢 搭一个服务器 然后直接开发呢 会更方便一点 而且你作为一个前端开发人员是这个肯定会和服务器和后端有一些交互的 要打交道了 所以这个了解一些服务器的知识是很重要 那么服务器推荐呢 ngx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用的一个 然后其他的还有这个apache什么的 我觉得配置起来有点复杂 当然也是因为这个没使用习惯 然后所以一直用的这个ngx 第二个这个node.js其实严格来说只是不能不能是服务器是一门语言 但是你也可以本地就是写一个这个服务器脚本 然后直接跑起来 然后这个重新从浏览器上直接打请求 然后请求到对应的一面 这个也是可以的 然后第三个这个switch host 这个是用来这个改host 因为你在请求到本地文件的时候 只需要这个把域名指向本地电脑 因为你用这个是吧 你每次开发都用127.0.1啊什么等等之类的 这种打到本地的ip地址来请求文件显得你有点这个太原始了是吧 我们最终面向用户的是希望是一个域名的请求 所以说这个也是 大家可以下载下来看一下 然后说到这个ngx 我简单说一下这个配置 因为用的比较多 这个配置起来其实特别简单 你在下载过程当中呢 已经有了一个ngx的backup就是相当于它的备份文件 然后从其中找到有这种类似的 配置上这么一段 监听断口80 server name就是你的这个域名自定义的 然后location对应的这个文件夹呢 就是你要放置你的这个网站目录的地址 对方我的mac电脑上在mac上 他一般是从这个因为用的是linux系统嘛 所以是从这个跟域名开始users你的名字 加上这个文件夹 那么来看一下呢 就是这个listener.com 这个listener.com你要需要注意的是 你一定要记得在host的配置的上 改成指向本地的电脑才能看到 那么这呢 打开的就是这个文件夹 文件夹是什么内容呢 我这制作了一个会计方式 不是端面上 就是你的这个文件夹 显示出来的 那么你在使用过程当中呢 有index他直接指向 没有的话就是直接显示你的目录 一层一层往下显示就可以了 那么说完这个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学习清单 就是这些和我们会讲那些内容 不会讲那些内容 讲的内容呢 就是这个思维导图上列出来的这么些东西 画边的这个react.js的安装和world react.js的jsx react.js的组件 state props用法 组于API以及供应API 组于了生命周期 按下个字请求表达和实践 refs 然后是这个是总结 以及这个实战的展示 最后一个实战演练 虽然列出来这么多 但是在他背后 真的想要用会这个react.js 用的很溜的话 除了这些 仅有这些内容是不够的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是在继续往后讲太深的话 就得另开接课程了 实际上往后 你在搜这个flux的时候 搜这个react.js的时候 还有常用的一个词就是flux 用它来做这个数据流 再一个呢 不会讲的内容就是这个 比方说其他的angular.js 也可能用到 或者是node.js 甚至你在这个打包的时候 比如说在官网上 有可能会看到有这种 browsy fun 好像是这么偏 然后是这个webpack 等等这些这个打包工具 开发工具的使用 这些东西呢 我们在课程上 因为时间关系 都不会再慢慢的讲 需要大家呢 在课下仔细去看 当然另一方面来说 虽然说我们会讲到这些内容 但是实际讲和你看这个 网上查找这个学习资料 还是不一样的 网上找react.js 那都是一堆一堆的 这个学习材料 等等等等等等 各种入门 各种文档啊 等等之类的 但是我们这个和他们那个 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呢 就是这个在讲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可能会提到一些 这个在实际演练过程当中 实际使用实践上的时候 有一些的这个小技巧啊 或者是注意事项啊 等等这些东西 我们在网上是查不到的 所以这些东西呢 和这个你去看教程学习 看这个网上的网页学习 还是有些差别的 另一方面就是说 因为这个技术也是在不断的这个进步 然后在一些使用方式上 也可能会产生改变 包括这个react.js 你在引用的时候 使用的这个转换工具 从jsx到这个javascript的转换工具 都是在都有一些变化 那么这些呢 可能说你在看网上的实例的时候 他们不会说是你什么时候用的 所以有时候的可能是比较旧 时间上跟不上 然后等你再去用的时候呢 可能有些文档找不到 等等这些内容 那么老师在讲的时候呢 可以先说一下 今天是 应该是2016年4月份马上要结束了 这就是最新的这个最新的版本 那么以后再更新呢 我们就再说了 然后接下来这个进入进入这个 首要内容react.js的介绍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提到react.js 很多人就会想到这个angular.js 这是两个比较类似的东西 那么我们都知道angular.js呢 是这个谷歌出品的 angular.js是这个谷歌出品的内容 它是偏向于一个什么 它是偏向于一个这MVC都占到 MVC这个东西都占到了 但是呢 就是本身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说因为你都占到了 所以会有一些这个重量级上 比较重这么一个特性 那么react.js呢 相比之下 它其实更偏向于是属于一个这个view层面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你去怎么样写组件 怎么样跟这个打减一面结构 然后一些简单的数据 但是这个它不会就是特别深入到像这种数据绑定这类操作 你在用angular.js的时候可能会直接说 或者当我们结构上就绑定了数据 然后直接产生互动 那么react.js呢是没有这层的 刚刚说着说着拉下了 人家的件事呢 它是facebook出的一个东西 这些牛逼公司都有些特性 就是一旦用的比较的攻击用的很不爽的话呢 就会自己把鸡把鸡行进搞一趟 然后这个一旦自己用的还不错呢 就马上就会开源出来 在这点上我还是比较这个比较敬佩这个国外的公司的 它上的国内也有 比方说这个淘宝的这个玉伯军写的这个CGS 也是这个模块上加载方面的 也是这个写完之后能够公布出来 给这个广大的程序员同志们使用 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对他们说一声感谢 嗯 仰规正传 铁大MVC呢 其实还有这个另外一个模式 就是说这个MVVM 这是什么东西呢 ModelView和这个ViewModel 最近好像这种这类模式MVC啊MVVM啊 这类东西都是特别的这个炒的特别热 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个人是比较这个喜欢 就是说实践性实践出真知嘛 实践性最好的就是就是最好的 这个也不能觉得说哪种模式就是好 这里呢只是做一个介绍 MVC我们都知道都是就是这个Model ModelView和Controller 那么这个View呢是面向用户 就是这些页面结构 一般是用来比方说用这种Mustash Mustash来转换模板啊等等这些东西 那么Model呢就是这个对应的这个数据结构 或者说数据 Data 那么Controller呢主要是用来和后端进行交互 甚至还有一些分类上就是把这个Controller 画分的更广一些 直接把整个后端的这个东西都算作是前端的这个Controller层 那么这样也是可以的 那么MVVM呢它相对来说没有这个在画分上 比这个MVC要这个更实际一些 因为我们在实际使用当中呢 都知道你写HTML或者是写页面结构的时候 不可避免的在这些数据上都会挂在一些 这个比方说你在使用的时候 牵扯到这种什么Data.name Data.其他的这个Protest 其他的这些属性 那么在实际过程当中使用的时候呢 这其实就是Data已经渗透到了这个View层 相当于说你这个View层是依赖Model的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他们就把这一层就是说你去控制 需要来控制这个TML的这个层面呢 都当作是这个View层 ViewModel层 而真正的把这个View层是再往前拖了一层 就是说和这个Data是结偶的 你可以说自己整个Model结偶出来之后 另造的一个这个属于ViewData自身的一个数据 和这个后边Data没什么关系 那么这个呢就脱离一个关系 脱离出来这个Model层了 比较纯粹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这个View层 那么Model层呢就属于这个是和后端交互的 相当于之前的这个MVC当中的Model和Controller层 这是一个更广阔的划分 那么这两种方式呢其实都都是可以的 只是帮助我们在这个设计的时候能够这个有一个大理性的把握 但是呢 思路就是那么个思路 使用也就是那么个使用 完全是看大家在具体项目当中呢怎么来安排 好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先简单这条东西 嗯 后作业呢自己就不留了 因为也没有什么实际性的代码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 是不是 谢谢大家